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兰花 这盆兰花之前打了一些黑斑病 用了这种甲鸡流精灵 给它喷了两次,做了防治 十天喷洒一次的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种甲鸡流精灵到底有没有用 之前这些变病有明显的黑斑在这里 我就用了甲鸡流精灵 给它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然后装到一个喷壶里摇晃精灵 在整天的傍晚就喷洒了一次 每隔十天喷一次 喷了两次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基本上这些斑斑点点都没有出现了 效果是特别的好的 因为我发现是特别的有效的 就分享给大家 只要用这种甲鸡流精灵 给它对水喷洒就可以了 在整天的傍晚之后做喷洒就可以了 这样就避免出现黑斑的现象了 反正我这盆 我就细使用了这种药 给它做喷洒的 是特别的明显 没有出现斑点了 同时下店以散色光为主 不要强光暴晒 因为在南方洋湖现在这个温度是特别的暖和的 还有这个光灶也是特别的多辣的 一定要避开强光暴晒就可以了 以散色光为主 同时平时 给它适当的喷洗水物就可以了 像叶片喷洗水物就可以了 避免出现扫皱等等一些现象 因为它的叶片也是需要吸收少量的水分的嘛 所以你水不可切 给它适当的微微肥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夏天 一般都是以一些水用肥为主啊 比如说一些 南哥尊重使用营养液 按照里面的配比对水失序之后呢 浇灌就可以了 这种的话呢 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使用的 这种水溶液 因为它是专门针对这个南哥局务而寄作的一种水溶肥 比较好的一种 我就是使用了这些方法去养护每一颗 每一盘兰花的 现在每一盘的长细 基本上都长得比较好的了 今天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细评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可以在后台发来私信 我会回复给大家 好了 下一期再见